在金庸小说中有一门不得不说的功夫,既伤己又伤人。 在很多人看来,他其实就是一门杀敌一千,自损八百的武功,可是却有一人练到极致,这门功夫其实正是七伤拳。 七伤拳是一天屠龙记中较为神奇的一门拳法,谢迅凭着这门拳法武功大尽,才能在少林寺地洞之中打败成坤报了家朝。 但是谢迅也因为习练七伤拳,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,可有人却练成了,而且武功实力不亚于张无忌。 今天九徒就和大家说到说到这门武功。 人的身体器官跟五行紧密相连,心属火,肺属筋,肾属水,皮属土,肝属木,再加上阴阳二气,一练七伤,七者皆伤。 这七伤拳的拳功每伸一层,自身内脏便多受一层损害,实则是先伤己,再伤敌。 七伤拳的大纲明确指出,若要练成至高无上的境界,自身内脏,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均会受到极大伤害,就连人本身的阴阳二气也会紊乱。 在一天屠龙记中,金毛师王谢迅就曾说,这七伤拳实在是一门先伤己后伤敌的拳法。 他在交张无忌拳谱时,曾说,这七伤拳不练也罢,一练七伤,七者皆伤。 这七伤拳的拳功每练一次,自身内脏便受一次损伤。 所谓七伤,实则是先伤己,再伤敌。 我若不是在练七伤拳时伤了心脉,也不至有时狂性大发,无法抑制了。 当然谢迅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。 他说,倘若我内力真的浑厚坚实,到了空剑大师或是武当张真人的地步,再来练着七伤拳,想来自己也可不受损伤,便有小损,亦无大碍。 谢迅这番话倒是不错,他的狂性大发正因为内力不济,导致经脉受损。 若有强大的内力护体,心脉也不会受到很大损伤。 空同无脑的七伤拳从张无忌的眼中已经看出来未练到家,那么有谁练到家了? 在一天中,倒是有这么一段话, 当年我师祖慕灵子以七伤拳威震天下,名阳四海,受至91岁, 怎说会伤害自身,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? 张无忌道,慕灵子前辈想必内功伸展,自然能练,不但无害,反而强壮脏腑。 一晚辈之间,宗前辈的内功如不到慕灵子前辈的境界,若要强烈,只怕终归无用。 这段对话是在光明鼎大会上,空同派现任掌门对张无忌所说。 很明显,七伤拳在最初练习中,并不是朝着先伤己后伤敌的方向上进行的, 但很长时间里,练成的也只有慕灵子一位高手。 慕灵子是空同派的开山祖师,靠着七伤拳明动江湖。 也是靠着他的功劳,空同派得以在江湖上存活数百年, 在此时也能够和少林武当和峨眉共立于武林六大门派之列。 但后来慕灵子死后,空同派开始在江湖的地位下降, 但其实可以从谢迅身上透出一二。 七伤拳其实更像是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, 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情, 如果不加以妥善处理,显然最后伤人伤己。 拿谢迅的经历举例, 他最初因为恶棍成坤杀他全家十三口, 开始走上极端道路, 也掉入了成坤的陷阱中, 寻仇为国便四处杀人, 嫁祸于成坤,击他出面。 从这个时候开始, 谢迅已经开始在伤己的道路上了, 不光滥杀无辜, 使明教成为天下公敌, 还帮助成坤实现着罪恶目的。 为了更加强大, 他开始练习欺伤权, 这时候因为内心气愤, 但却实力不济, 强行练习, 只能自损经脉。 有没有足够的人生经验, 对大是大非, 缺少分辨能力的年轻世王, 一心寻仇,杀人无度。 当然是给他自己留下了如内脏受伤一样的精神祸根。 没有雄厚内力的谢迅, 也正是没有仁慈德性的狂狮, 权力越大, 为祸越烈, 伤己越重, 复仇越窃, 损得越深, 危害越惨。 于是他在每一招出拳的时候, 犹如坠入魔道, 越使用这套拳法, 就伤害自己越深。 久而久之, 都不知道是为了复仇, 还是为了解脱。 直到遇见了空剑大师, 空剑大师作为少林四大神僧之首, 内力与外公都是当事决定, 深得人心, 名扬自害。 谢迅为了复仇, 夹借成坤之名, 杀戮甚多。 为了劝他回头, 甘愿挨他十三拳。 谢迅回忆说道, 空剑这人固执得很, 他竟然只挨我打, 始终不肯还手。 我打了他一十三拳, 终于将他打死了。 张翠山更是亥然, 心想, 能挨得起大哥一拳一脚而不死的, 已是一等一的武学高手。 这位少林神僧, 竟能连挨他一十三拳。 身子之间, 那是远胜铁石了, 但却因为这是十三拳, 谢迅被度化了。 他的身上, 即便是因为成坤的欺骗, 变成了魔, 但心中也有一丝的佛性。 从这里, 谢迅从七伤拳最伤害人的部分, 走了出来。 从七伤拳中,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哲理, 恶带来恶, 善导致善, 唯有断绝恶根, 才能避免恶果, 唯有放下屠刀, 才能立地成佛, 唯有回头方才是岸。 所以, 当谢迅逃离中原武林, 来到冰火岛, 在重返武林的时候, 力气并没有那么重了。 而且在他上邵氏山之后, 与昔日仇人相见, 勇猛出击, 以牙还牙, 四下成坤双眼, 废去他一身武功, 大仇得报之时, 也是那恶根被挖去的时候。 那时, 狮王平静地承担了所有的血债, 他向人们请罪, 要求最严厉的惩罚, 无怨无恨地接受了命运。 仇亲已敏, 他对自己的损伤方告结束, 七伤拳的使命就此完成。 于是, 谢迅废去一身武功, 立地成佛, 顿入空门。 七伤拳不止贯穿了谢迅的一生, 他也凸显出了男主人公张无忌的宅心人后, 张无忌本身有了九阳神功的深厚内力, 又心地忠厚仁义, 所以七伤拳在他手上, 却不会出现一炼七伤现象。 而他的创始人穆灵子, 也十分明白这个道理。 你看张无忌在与空同无老, 说关于他们的痛处时, 张无忌说, 宗伟侠的云门学, 清灵学等处的症状, 与宗伟侠身上伤痛分毫不差。 而且再加上, 他随谢迅学过不少武学理论, 在武学上的见识已经今非昔比。 所以, 他所说基本是符合实际情况的, 原本七伤拳全普总纲上, 对他们尊尊告诫, 若非内功练到弃走诸学, 收发自如的境界, 万万不可练此拳法。 然而练武之人, 看到一门精神武学难免激养, 总想去学一下。 这点在张无忌习练乾坤大挪仪时, 金庸先生做过详细解释。 其实这也是谢迅奇怪, 空同派有此强大的阵门武学, 却无人以此权名扬天下的答案。 但后世空同派的这些门人, 不知晓这一点, 就很难理解了。 只能说急于求成和求胜心切, 害人害己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衣袖素衣最狂舞, 一缩烟雨,任平生。 我是九徒, 我和我的狭盗故事还在路上, 咱们下期再见。